今天來到台中 不是台中 台灣傳說中 菁英車手跟他的產地的地方 這是哪邊 CPS CPS全文是什麼 Cycle Plus Studio 那好 那今天所來為何 就是為了我們的繞圈賽 除了今年96很多繞圈賽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台中繞圈賽 以台中為出發點嗎 對以後台中就會固定有那個 城市繞圈賽 但是繞圈賽怎麼練 所以我們就要特別到了CPS 請到了我們阿習教練 來為我們傳授幾個秘訣 看繞圈賽怎麼練 繞圈賽的話一般來講 大家先入為主 可能就是要練插槍課表 或是其他的 當然其他還有更前期的準備 哪些準備 因為繞圈賽大部分通常是 30分鐘到一小時之間 所以你的有氧基礎也不能太差 有氧的部分要打底要打得好就對了 是有像假設說 你至少要有一小時的 玉子的輸出 如果以那種概念 對比的概念的話 你現在要先把你的玉子撐到一小時 這就是你的基本盤 那我一小時都要間歇嗎 沒有 一小時就那個玉子 但是你還沒有要間歇 像我之前在練習的話 我從頭到尾都一直無氧 就一直在間歇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表示 我要去練劍先 還是我要先練把底打高 這個話你會發現 你一直都處於在燃燒 玉子以上的功率的話 就是代表說 你要從繞圈的更基本 就是你的技巧 跟團騎乘的技巧 以及過彎 還有你身體重心在車子上的改變 這都要先練習 然後才會進階到增強體能 所以變成說你 團騎一定要有概念 可是繞圈賽的這些技巧 在團騎練得到嗎 可以 但是就是你要選擇一個 真是比較屬於偏近賽的團 針對繞圈的設定 就像之前阿亮在 藍屯找鳥團 他們一直在繞圈 就是針對這個比賽來做設計 然後你就會更熟悉 身體的碰撞 以及過彎的路線怎麼走 所以其實這個在一般的公路賽 也是比較難 有這種練習 一般公路賽 因為他沒有太多這種死彎 所以他只有前面這部分 就是說你跟其他人的肢體的碰撞 就是你跟其他人的空間感 你可以知道找那種位置 既安全又可以多好風的節省能量 你說一般公路賽就是比較偏 就直線 直線的部分 彎也不會多大的死彎 不會有大於90度的彎 而且不可能彎個五六十次這樣 而且要卡扶 也不用卡扶失敗 我說生生不 那個阿亮也是 所以其實應該怎麼講 一般的公路賽 就是說比較難有這種 轉彎的這種經驗的練習 就是轉彎跟突然一個 假設因為如果是城市落旋賽的話 你蠻多彎的話 你可能會預測不到或看不到 如果你沒熟悉路線的話 可是公路賽的彎 大部分都是還可以知道 因為他都會提前跟你說 哪些彎要做準備怎樣的 而且基本上是大彎比較多 沒有那種急彎 而且公路賽大部分都是 路寬比較寬 然後以美國他們的設定的話 大部分路寬 我們台灣可能單線道 再多一點點而已 公路賽 繞圈賽的部分 所以以我們今年辦的藍圈 那個繞圈賽 那個路寬算蠻寬的 那個有四線道 對 四線道 五六十彎過去都沒問題 對啊 哦 所以其實應該說 城市繞圈賽的部分 其實還比較注重於 這些第一個技巧很重要 對 就基本技巧 還有你跟其他人的空間感 還有以及在集團中的位置 有沒有在一個好的位置 對啊 因為我們先介紹一下 上一次的繞圈賽 跟接下來還要再辦一次的繞圈賽 因為那一圈就是1.3公里 然後有五個右彎 一個左彎 然後左彎加右彎那個S彎 就基本上就算 類似一個S彎的概念 連續 那其他的話都是 大的那個右彎 就是鍍彎 以我之前繞的經驗 就是技巧還不夠的時候 你過彎你就開掉 然後開掉又接上 開掉又接上 所以大概我極限是6圈就放棄了 對 所以在繞圈賽 他們 我之前看的資料 就是在美國 他們自由社會 他其實在 針對繞圈賽有做一個指引 就是希望 在參加繞圈賽之前 你參與者 希望有一些概念 像這種話就是你 繞圈賽 你就是要選好自己的 要走哪一條路線 然後以及跟前後的距離 你不要一直緊盯著前面的輪子 你可以看向遠方 然後預測路徑 然後你就維持你的速度 不要忽然加速 然後減速 加速減速 這樣你在過彎的時候 你會跟累 就會 對 你的節奏被打亂 因為我的經驗就是 第一次去 就是一彎就開掉 一彎就開掉 然後大概過了兩三次之後 我大概知道怎麼過彎 然後不用多花那麼多力氣 比較不會開那麼遠 不是說不會開這樣 不會開那麼遠 然後基本上 你只要過彎技能要好一點 你的體力就是 可以省蠻多的 而且有一個好處就是 就是練個幾次 那個繞圈賽之後 就公路上的那些過彎 或者是下坡 整個技巧 就可以應用在那上面 比較不會因為 過彎的那種 或者下坡那種傾斜 會有那種害怕 就連騎摩托車都 煞乾啊 煞 對 因為腳踏車的那個 與地面接觸面積算 公路車就算蠻小的 如果你在這方面 算是已經掌握的話 但機車那方面就蠻厲害 所以以過彎的來講 我們通常是 一般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 內側要高嘛 外側低嘛 就踏板 踏板位置 對 然後他那個技巧就是說 就是說你的手的那個施力點 如果是以內側較高 就是你要像現在右彎的時候 你內側手需要多加施一點力 調整你的弧度 就傾腳 這樣可以操縱你的過彎的角度 這個我倒沒有體認到 這是根據美國他們自己行車協會有寫這個 因為他們從新手到老手 總共有分五個等級 我大概是新手第二級 可是除了技巧 應該在繞圈賽的場地練以外 那體力呢 體力的話就是剛剛講 通常是30分鐘到60分鐘 所以如果希望有一個好成績的話 至少你的要把你弄視 或是玉子的強度要 行到至少30分鐘以上 代表這是你的基本盤 然後當你有這筆體能之後 你再做間歇課表 不是直接一直插箱一直練就好 因為插箱的話 除非你那個能夠撐滿一小時 我大概可以撐15分鐘 做一分鐘修一分鐘 這樣總共要2乘30 可是做一分鐘修一分鐘 那這樣子練合理嗎 當然是不合理 因為生活中 你還有其他壓力 也不可能只有訓練 如果你這樣練的話 你很快就 OT 對 OT 怎麼樣不OT 如果講到OT的話 怎樣不OT的話 當然就是你的有氧那邊已經打夠 然後大概就是 你要選擇你身體最新鮮 或是比較狀態好的那一天 才做插箱課表 是喔 在一天的疲勞之後 你還加上這種課表類的累積的話 這樣你的身體會負荷不了 因為 不是靠意志力戰勝一件嗎 不是啊 因為身體每個細胞 其實都是一個獨立個體 他會記得你給他的一些 所以反而 間歇這種課表 要在身體狀態比較好的時候練 對對 你這樣才知道 因為你在比賽的時候 你通常是有把自己調到一個身體 比較新鮮的狀態 嗯嗯 如果你在身體新鮮狀態 去做這些插箱課表 你就會更能感受 你如果去收放這些強度 嗯嗯 身體記憶就比較正確一點 那這樣子 所以等於說 我還是跟普通的公路車鏈吧 類似 就是還是一樣從打底開始 對 只是他打底的話就不用到 說兩小時三小時以上 他都在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比較偏這種 針對這個賽事來練習的話 是以一個小時的打底為主 對對 然後就在插箱 嗯 那有時候要練什麼幾秒功率 幾秒功率的嗎 嗯 幾秒功率的話 通常是要透過功率形態測試 知道你不要偏哪一種 如果你是不要偏爆發型的 那就可能做 五到十秒這種的 嗯 如果只要偏 嗯 人家說的宿耐力 就是爆發力也那麼好 可是你可以持續很一定的高速 一陣子 就變成你要練 20秒到50秒之間的 這種科標 但是他應用在不同的那種 繞圈賽上面的 不同的繞圈賽的話 通常你還要根據當時 要參加那場繞圈賽的路線 就他 呃直到多長 然後我彎是多少 然後你就預測說你這個 呃當時可能會 消耗多少秒的那個舞陽 然後去做一個 課表安排 如果要比較精細的話 那如果以我們台中繞圈賽 南屯這一塊啊 大概 我有去看了一下 大概精英組的 一圈大概1分40秒 啊市民組的大概1分45到50秒 其實算在四個大直線啦 啊其中一個小S丸這樣子 對 那這樣子的話要怎麼練 建議比較偏30秒那種 肩脅的重刺 因為他大概 對 30秒 因為他們過彎 錄彎前 大家一定會減速 所以可能短暫一個過彎 可能5到10秒 就短暫休息一下 可是我有過了 因為你看 好假設兩分鐘 然後走四 走一圈 所以基本上就是 30秒就轉彎了 30秒就轉彎了 啊所以 對啊 大概30秒左右 啊好 我這樣練好了 那我要 建一些比較重要 技巧比較重要 其實技巧會比較重要 因為你要學會 如果去省力 就把你的力量用在關鍵 像有些落旋賽 可能會有充斥圈 變成說你要前面要省 省毫力 然後跟大家充那個 充斥積分 對對對 如果像這次比賽30秒 施材算蠻夠用 就做30秒 跟如果嚴格一點 就是10秒 好硬 對對對 因為你過彎不會太慢 對對對 就模擬他那種節奏 然後去適應這個身體的 恢復跟輸出 那如果這種賽事的話 這種一小時的賽事 要怎麼補給 通往落旋賽事 沒在補給的 可是我有朋友 第六圈吃完補給就下來了 選手有在補給嗎 選手沒有 因為很快就比完 菁英選手 我那四民族也要 買來要吃一下 除非被套去 咖啡套圈之前 套圈就下去吃烤肉了 所以即使繞圈就蠻講究 怎麼講 是速度嗎 變成你賽前就要補好了 如果要補給 繞圈是講究速度 沒錯 就補在身體裡面 對 你就頂多喝個水就好了 水 我看連強烤酒太高的水也無法喝 繞圈 陸以他賽事有 計圈速跟計時間 還有一個是混合的 混合是怎麼樣 混合的話就是說 我就計30分鐘 但他發現大家很快就騎完了 然後就是會再加兩 額外加兩圈 哦 所以國外的那些 一些做法就對了 對 他有混合賽制 下一次 下一場比 他是4月9號 那從1月開始練的話 他要怎麼練 從1月開始練的話 這樣第一個月 或是第一個六週 就是先做有氧搭底 但有氧搭底 還是要先從 long 2 就是比較偏基礎有氧 主要long 2到long 3之間 然後大概就是 7到10週 就是第二個月 因為其實三個月有時候 分了借鑒的還算蠻短的 嗯 所以如果以大概來講 就第二個月 第二個月就是要 至少要long 3的上限 跟long 4下限 就等下俗稱的SST 賽前的話就是要更 專注在育職訓練 哦 那什麼時候差項課表 就是最後一個月 最後一個月 所以基本上也是 循序漸進就對了 就是有氧 然後SST 然後最後一個月 再開始做間歇的特表 嗯 那前前面這段時間 如果覺得做有氧太無聊 你還是可以做短間歇 嗯 那這樣不會有什麼影響到 不會不會 就短間歇的意思是說 10秒以內的 不要那種 產生乳酸那種間歇 可是有的人就覺得 我就要練到 筋疲力勁 我才有練的感覺 這樣會怎樣 筋疲力勁 如果有氧期的夠長 也是筋疲力勁 哈哈哈哈 只是很無聊 哈哈 哦 有啦 我每次都筋疲力勁 可是針對繞圈 是不用加那麼長 不然我們現在來談談那個 96 3月19的繞圈 他看了一下 一圈也是不到兩公里 對 那金英竹的話 16圈 30公里 我看也是大概 45分鐘內會完成吧 而且他的彎算是 有一段算是 幾乎沒有彎的 應該只有 就這一段到這裡 因為小黑有說 小於90度彎 最恐怖 對 阿水你知道的 你知道金英選手 他們繞圈大概都怎麼練 金英選手 呃 有氛圍就是 他直接從比賽中 一起參加比賽 然後熟悉那種比賽的節奏 另外一種的話就是 真的就是一直在做 從此刻表 在一個平緩坡 大概3%的 爬坡去做一個 呃 短暫的 重齒跟輕齒都有 重齒意思就是大盤 然後後面 是中間偏重一點點 然後輕齒的話就是 小盤 然後後面是中間偏 多一片或兩片 嗯 輕齒的衝刺 所以其實他們也是反覆的用這種 對 回轉速下去練就對了 因為 其實繞圈來講 但是回轉會比較重要 嗯 還有你要熟悉持筆的變數 如果變錯檔的話 很容易就繞鍊 或者是一些產生危險的狀況 啊所以 有分以賽代訓的 跟以訓代賽的 對 沒錯 啊萬一啦 像今天繞圈 啊明天登山賽的話 這樣子 金英選手會怎樣 呃 金英選手他在基本期還是都會打有氧底 所以以這樣來講 他們是覺得足夠 而且如果假設隔一天的爬坡賽 也是一小時內玩賽的 那就沒問題了 嗯 可是如果隔一天的爬坡 像如果是塔塔加或其他大山 就是三小時以上 變成你有氧打底 真的是還需要蠻長的 啊所以其實不是說 他就放棄 欸他不能放棄 對 因為還是有七分 對 尤其這種多日賽 可能第一天計時賽 第二天就登山賽 有 所以對這種金英選手來講 沒有什麼所謂的 放棄這一場的問題 對 因為以亞群賽來講 就是你每一站都要完成 假設你這站沒完成 你下一站就不能再參加 嗯 所以變成他 那還是要以最重要的那一站 去做目標 去做訓練 然後只是每個選手 都有不同任務嘛 假設你衝刺手 你就可能就衝刺要練多一點 所以那一站就是你當主將 然後其他人會去護航你 那是這種概念 哦 好假設我以後辦的那個 在九六繞圈賽 前面是屏路 啊後面九六是 一個大三 是大三 那 精英選手都應該來就對了 對啊 他們是沒差的 不做選擇的 那以賽代訓這個問題呢 以賽代訓的話 比較 呃目前我比較知道 就是健良他其實 他是認為說 就是要從賽事中學習 呃集團的節奏 以及繞圈 還有的整個的流暢性 嗯嗯 所以是從比賽中才能夠學到 如果你在平時的做一些 繞追啊 或是自己在一個 結局在練那個過彎 其實有時候沒有人 跟你在旁邊的話 怎麼切都很順利 然後你就不小心就 剪別人的線 如果到比賽中的話 啊 就你本來選這條線 可是你 因為過彎技巧不太好 或者是 你剛好沒有人在旁邊 嗯 所以你不知道那種空間感 嗯嗯 所以你就會不小心變線了 哦 這在比賽中就是 會發生很危險 就摔車 所以其實 多參加繞圈賽就對了 對 因為 美國 如果自行車協會還有強加 就是說你要守住自己的線 然後只要在這線上 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嗯 只能透過比賽中才知道 你的線要怎麼去做選擇 然後如何做一個速度的掌控 就是除了你自己守線以外 嗯 那要攻擊到後面的人的安全 對 那這樣子的話 除了 除了剛剛講的那些以外啊 嗯 那有沒有 一些選手的數據可以看啊 像這一次繞圈賽的 選手數據喔 呃 目前的話 我是只有可欣這方面的數據 嗯 嗯 要不要透露 但是我都沒有開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可欣他現在 算蠻厲害 他現在他都是自己呃 練自己 就是自己開課表 然後自己去從事訓練 那你不幫他訓練 我有時候他呃 會希望我幫他分析一下 哦 其實我是 但會希望他們自己去思考說 如果開課表 然後自己去執行 然後 如果去做一些調配 可是他也是叫 台體教練 也是教練 沒錯 所以 當然是希望他變得更強 然後我們再互相較勤 哈哈哈哈 對 那除了可欣 其實可欣他就 就是體力派的 就是 窮的贏 那 有沒有人還可以教導大家 繞圈怎麼練 目前 比較 呃 台面上的教練 就建良 哦 建良 他剛好大春國中的 大春國中的 專任教練 他的話真的就是屬於全能型的 所以他在集體項目的表現出來還不錯 嗯 雖然他在爬坡 武嶺爬坡也蠻厲害的 對啊 人家 也是前職業車手 對沒錯 而且算 欸他算現役車手 他現在還現役他還在練 因為明年也是全運年 然後聽說他也 也會 為這場比賽去做一些訓練 他就可以跟大家講說 呃如果從實戰中去做一些 繞圈賽的經驗的吸收 哦 對啊 好哦 他就是屬於實戰派的 對 他就是屬於那個 轉彎不用 減速的那一派 技巧高超型的 對 他這技巧超厲害的 好哦 那我下一次 所以跟可欣是完全不同類型的選手 一個是自己體力好 然後一直走一直走 那你可以幫我約他來 啪一下嗎 可以啊 建良的話 其實他 只是講話比較 腼腆一點而已 那還有他講話就是很 溫文如雅的感覺 對啊 沒錯 好 那我們下次再找他來趴一集 嗯 很期待他的上台 啊可是如果像 曾可欣那一種 他就是一直獨推那個呢 曾可欣的話 他的方式就是 真的是比較屬於 自己要吃比較多風 他繞的圈都是比較大圈嘛 所以他就變成 自己的能力就要比較好 就有氧能力要比較好 跟玉子 然後他就可以由 能力穩定輸出 然後慢慢的把集團越拉越遠 所以如果你的技巧不好 那你體力要很好 對 好到就是把大家拉掉就對了 就是溫水煮清花 哈哈哈哈 對啊 因為那一天有跟可欣聊了一下 他說 他就比較技巧不好 所以他就一直衝 他也不知道後面有多久 這我們的疏思啊 沒有跟他講後面離多久 害他就越起越快 然後越拉越開 所以這就符合那個原則 就是說你守住這裡的線 然後自己一直加速一直加速 這樣就安全了 我之後 我被套圈之後 我比較安全 哈哈 好好好 我們現在速速的來歸納一下 繞圈跟公路賽其實大同小異 因為練的那個部分 對 就是 因為反正你打底是一定要打的 還是要從有氧的系統 因為所有人量來源 最重要的還是有氧 因為身體不會很明顯說 切割成有氧無氧 還有短時間的爆發性的 他是混合使用的 所以 通常是隨著你的強度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才會 慢慢用更多無氧 所以你的基本盤還是要先顧 就是有氧系統 所以你 假設你目標都吃到懸材 沒有其他的長距離 或是 或是那個爬婆賽的話 嗯 你可能就是要先 還是要剛剛講的 一小時到一個半小時的 預子 至少你要把有氧堆列到說 你這 預子可以撐到 我當然是希望是撐到一小時 就你FTP可以撐到一小時 當然更好的話就是 70分鐘左右 因為以文献來講 就從而是30分鐘到70分鐘 都可以 都是可以達到 但是要透過一些 有系統的訓練 才能夠達到這樣的 持續性 當你把這有氧建立完之後 你才 我們在討論說要如何擦箱 然後你屬於什麼特性 然後要做幾秒的間歇 或是一分鐘的間歇衝刺 哦 所以其實還是要看一下 選手自己的特性 對 如果你是比較屬於爆發型的 當然你就 可能就是專注在5到10秒 但最多不要超過15秒 然後做這種間歇的衝刺 然後增加你的無陽的輸出跟恢復 這種速度 嗯嗯嗯 可是恢復就是 玉子以下就是恢復 對對對 像我都一直在 玉子以上 就是等著爆掉了 對就等著爆掉了 所以因為玉子太低就對了 所以他們那個 競技選手他們 基本上他們還是以一個 接近玉子的強度去跑 然後再來就是他發現有機會 他就會一直在加壓 所以會他們 你說阿凱嗎 對阿凱是屬於加壓型的 如果是像另外一個阿凱 前兆凱的話 他可能是衝刺 衝刺但是超強 對他造成一個瞬間一個速差 然後就直接出去了 然後後面的人不想跟 會跟不到 對對對 但是那還是要建立在玉子上面 因為你出去之後 撐住就是靠玉子的 不過以前兆凱 他玉子能力也算蠻強 4月9號應該會來看一下 是不是還這麼強 因為他最近工作很忙碌 那這樣講這麼多 每個選手除了打底以外 然後他的特性都不一樣以外 那他怎麼訓練的話 教練你之前都已經說你滿載了 那接下來可以收嗎 因為 接下來還有機會還可以收更多嗎 關於滿載這件事 可能就要說明一下 因為從選手 剛給他課表 然後他就要去執行 然後我們再就要分析數據 然後以及 檢視他有沒有達標 以及他有沒有 朝你想要方向改變 然後說因此會花比較多時間 然後那個不是就是 親切拿來說OK NG這樣就好了 沒有啊 因為其實有時候 他雖然刻表達標 可是他的可能持筆選擇錯誤 就是他沒按到你設定的持筆 或是迴轉去做 連這個都要看 要要 因為其實持筆的 對一般市民選手 真的是比較不太碰 就他們就可能就想到變數再變 然後並不會隨時很有效的利用持筆 所以他可能12速或是11速 他只用3速而已 這樣就太浪費了 你這樣你在數據上面看得出來 現在電子變速有這個好處 就是他可以同步到碼表 如果是沒有電子變速的話 就會指定那個持筆 然後再透過事後的回饋 問選手有沒有使用這個指定的持筆 去做訓練 因此會花比較多時間在這方面 然後再 可是你不能從回轉速反推回來嗎 無法 因為回轉速跟功率 但是你反推回去 只得到一個牛頓的力量 可是你不知道他是在多少持筆 產生這個力量 比如說他可能在訓練台上 所以看不到 路上可能勉強回推的出來 呃 應該還是很困難 因為 因為 假設如果你回轉跟功率嘛 都知道了 然後你得出這個牛頓 可能這個牛頓有可能是他 他如果用四位型訓練台 他可以調整阻力 可是他持筆用得很輕 嗯 那外企還可以 外企喔 外企路他選一個比較 偏爬坡路段 也是不行 所以也有那種選擇 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要做 long fall訓練 然後 我我先令他一定要用平路 不能去爬坡 啊哈哈哈哈 對 所以有這些細節要去顧 所以會花比較多時間 好假設選手做你的訓練 啊訓練要多久 一般來講 如果是室內的話 就是一小時到兩小時之間 那他騎完之後 你要花多久 去分析他的資料 騎完之後 看他的 依循程度 就是他的那個 有沒有 不受教 對 哈哈哈哈 不受教要分析比較久嗎 還是每個人分析啊 就直接 line過去了 哈哈哈哈 請給出原因 為什麼今天沒有達標 那好 達標的話 你大概要分析多久 達標的話 如果是真的很完美的達標 那就是直接看 可能30秒左右吧 他如果是真的 他發現他忽高忽低 或者是中間的回轉落差太大 就是要問他說 是發生什麼事 有時候可能是 像夾後輪的訓練台 有時候阻力自己編大 哦 對 所以他要趕快換那個 訓練台 哈哈哈哈 那所以這樣子 滿載的原因是什麼 你現在在沒有辦法收的原因是什麼 呃 就像剛剛講這些 就是你都會花 雖然每個時間都是一點一點的 然後 如果 當收到一定人數的話 你發現 幾乎整天都泡在數據裡面 對啊 而且還有溝通上的問題 對 其實溝通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只有開課表 那就 倒不如叫他去協議 那個trainer roll 上次我們說的那個 對對對 他就直接電腦給你回饋了 有沒有達標 如果你有溝通的話 就你可以知道他 為什麼無法達標的 背後的原因在哪裡 有時候他可能 今天工作壓力太大 或者是 可能他是屬於勞力活的工作 他就站整天嘛 他基本上腿就已經疲勞了 嗯 所以就變成你 要調整客表開的時間點 所以你還有家庭老師的那個功用 家庭拜訪的功用 有啊 所以這樣子 滿載的情況下 那如何 再擴增你的選手 啊不然選手都排隊 等不到你的那個靈性 的確啊 最近真的滿多車友來詢問 然後就只能 我喜歡跟他說 不好意思 今年已經滿了 你明年好像也滿了啊 對啊 就明年 這個有在思考說 未來跟選手合作 目前我們就會以 我們這邊為一個算根據嘛 然後會跟一些 可能即將退役的選手合作 我們一起分析數據 然後一起討論客表 然後協助幫更多車友開客表 說從事訓練 所以以後會有一些退役職業選手 或者是國手 哎 私承席派 你以後大家寫個席 沒有啊 就私承阿席教練的那個教導 然後 應該說你指導他們 然後大家一起來分析數據 對啊 就是會希望跟他們合作 透過這樣的話 會促進台灣的進行車的進步 因為其實有時候教練的話 自己理論已經成熟的話 但是沒有其他的刺激的話 你就不會進步 所以如果跟選手 因為其實選手他們 就是有實戰經驗 所以我差帶就是 我沒有實戰經驗 所以有些繞圈賽的 真正的關鍵點的話 可能需要選手來講 會更生動 會更了解 所以未來說一定 你發現給你客表的人不是我 是一個很厲害的選手 所以之後你就會變成 總教練的醫師就對了 總教練 這還不敢 因為終於到時候被幹掉 不會啦 因為畢竟 就我所知 選手蠻多 現在還是比較focus 教練要練 他就怎麼練 對 可是他不知道教練 為什麼就叫他這樣練 對 那你可能之後就指導 他們來進來看一些其他的選手 然後他再把他的那種 以前教練這樣叫他練 然後現在又把他套在 欸原來你叫他這樣練 是跟以前教練這樣練 突然就領悟了 喔 然後就 對啊 他們就 因為他們身體記憶都有 但就是他們要如果去思考說 如果把這些東西運用在一般人 或者是未來他可能自己想要 成立一個基層的車隊 他就可以更知道 如果去安排一些課表 所以以後習派滿天下 希望 還在努力做 好 那我們就在這八度的夜裡 在CPS溫暖的那個訓練中心 跟阿習教練了解到了 接下來繞圈賽應該要怎麼練 也希望你那個 盡量把你的門派發揚光大 那我們就4月9號 台中繞圈賽見囉 拜拜